對地方的三年政策 會增加的用心 增加的努力 暴露兩旁鞭炮聲響車雲霄 來迎接十多部的卸票車隊 九合一大選落幕 來迎桃園市復興區長尤正英 以2299票連任成功 27號早上8點半左右 由他的子女和靖總幹部展開卸票 首站就來到得票數最多的三名里 支持者接到游正英的車隊 便竖起大拇指大喊凍蒜 除了放鞭炮迎接車隊外 民眾還拿出選旗奮力揮舞 更有民眾上前熱情握手 不過在游正英的卸票之旅中 還碰巧遇上他的卸票車隊 游正英的卸票團隊 才剛出發不久 對向車道迎面而來的 就是民進黨第一次提名的 復興區長候選人蘇佐喜的卸票車隊 而蘇佐喜夫婦的車輛 也緊跟在後揮手致謝 雙方陣營彼此加油打氣氣氛和諧 不過這次的卸票掃街行動 區長游正英仍是無法親自出席 不過仍心細選民 他因為身體不適 他非常感覺得遺憾 說沒有陪大家這樣的一個慎選 在一起的機會 對我們整個團隊來講 對整個復興區民來講 他表示最大的歉意 他希望他身體趕快好之後 希望能趕快的替離 所以我們復興區的區民 做最大的服務 卸票當天風光明媚 清澈藍天和翠綠山巒相互印 尤正英俠代現任優勢連任成功 卸票行程從上午8點半開始 開進部落大街小巷 要把前山到後山全區10個里走透透 就是要來感謝選民常年的支持 原延似新聞 桃園復興採訪報導